你见过球员被驱逐之后拿着话筒喊话球迷的画面吗 郭艾伦这是硬要把世界杯的热度拉过来啊 这是今天举行的一场北京南岚和辽宁南岚的热身赛 郭艾伦在比赛中和裁判吵了起来 裁判警告一次之后 郭艾伦走上罚球线的时候还在抱怨裁判 裁判当即又给郭艾伦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两个技术犯规郭艾伦被夺权驱逐 这是他来葫芦岛打球的一个热身赛 所以说对于家乡父老很多人都是来看他的 这个时候郭艾伦就走向了MC 拿过了MC的话筒 对着现场的辽宁葫芦岛的球迷说着 好 感谢艾伦 好 感谢艾伦 好 感谢艾伦 看郭艾伦的这个行为